同心大家,現在說台灣政府的第28項,以舊金山和平條約比較吵醒跟台灣的國際條約 其實我們說是台灣,這個條線跟我們台灣的國際條約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它也屬於台日本的國際條約,台灣也一樣 台灣是在什麼時候,大日本的國際條約在1895年的下官條約 如果說條線在什麼時候,它在日韓的併合條約 在19110年,大韓帝國的方法整個條線跟台日本的國際條約 這個大韓帝國的方法,他後來去做什麼呢?去做法族 就是去做天皇的方法,去做方法,那叫做法族 所以那叫什麼日韓的併合條約,那是都照條約來的 因為那時候,大韓帝國沒有那個定義保護他的定義 所以他要怎樣?他把整個條線的所有權貴都領到台日本帝國天皇 之後他要台日本帝國天皇在那條線和你認識一下什麼?朝鮮總督府 那個朝鮮總督府和台灣總督府的國際地位和他的功能是完全一謀一謀 我前面就介紹過朝鮮總,算是台灣總督府了 那個台灣總督府和朝鮮總督是一謀一謀 主要是台日本帝國天皇,派在台灣和朝鮮的什麼代表 代表說什麼意思呢?代表說朝鮮和我們台灣都屬於台日本帝國天皇 你的紀錄是屬於大日本帝國天皇,不是日本國 我們現在台灣和朝鮮的國際就有一個問題 他都屬於大日本帝國,不是屬於日本國 我們一邊都屬於日本,日本日本,哪個日本?日本現在有兩個 你要跟我說的情況是哪一個日本?現在我要說 全世界好像是戰鬥美軍挑割的 你知道嗎?把我們這整個法律、歷史整個都交給亂 那叫做什麼?那叫做GHQ 那叫做什麼?那叫做盟軍的總司令部 那叫做盟軍,戰鬥後要我們所有的歷史都交給 所有的法律全部都交給,都在美軍後來 GHQ 那好像是麥克阿斯下的命令 說把我們條線台灣和日本和中國所有的這個什麼 法律的地位都給他驚,你知道嗎?都給他驚一驚 所以我們現在喔,為什麼阿州所有的國際法律 全部都錯過什麼樣的原因? 戰鬥美軍故意的 對,那在檔案資料最近都有了,我也都看到了 有,我們為什麼戰鬥我們所有的資料 我們阿州所有的國,我們包括我們的歷史 包括我們的國際地位,整個都會模糊掉 什麼樣的原因?美軍所益的啦 對啦,就是要把我們戰鬥這個什麼國際地位模糊化 不需要讓他清楚啦 這樣比較好處理啦 好像說你煮馬車你知道喔 要把你開桌一樣 他現在為什麼要把你煮馬車 欸,煮馬車了,你要怎樣才會開桌啦 對啦 就是戰鬥你為什麼要把你開桌 這就是馬卡莎跟天宏 說完之後可能他們 我要說,密的 對,我都不知道 就是協定 我也沒有看到那個密行 但是我都確定說,這人有GHQ下這個命令 對,說把我們這些阿州東北 所有的法理和歷史全都給你繳繳 都不需要讓你們的人民知道 對,把你們辦的全部都介 所以,我們現在他的歷史和這個法律都介 對,我們尤其是阿州、台、日本、地國的這個國際法律 都介 對,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什麼樣的原因 GHQ下的命令 對,確定是他下的命令 那到底他為什麼下這個命令 那跟天宏可能跟他約束也有關係 屬地下約束 對啦,因為 戰鬥這個問題變成無代表處理 你知道嗎 因為 我們要說一個實話 我們那時候是富蓮甘導航 是台日本代國天宏富蓮甘發導航的 那富蓮甘發導航的時候 我要說有600萬的部隊 你知道意思嗎 有的根本就沒有撤回來日本 有總共差不多二、三十萬的這個 部隊 金本都沒有撤回來 有的差不多一半以上留在中國 還有一些的都留在條線 留在台灣也很多都沒有撤回來 也留在原子很多都沒有撤回來 對,總共差不多二十萬人 如果金本就沒有撤回來日本國 留在什麼 在就地合法 變成那個國家的人 我們要先來講 但是你如果按照國際法理來講 你如果說不管如何 不管它怎麼做 架的領事或是 架的法律 那我會說 那都一定過去 那都一定過去的 但是我會說 架的名字因為 不可能變真的 真的名字因為 也是真的 真的 真的是什麼 你看 屬性 調線就是 台日本帝國提供的 台灣也一樣 啊齁 所以你來看一件事 在1945年4月1號的時候 台日本帝國憲法實施的時候 在那兩個地方你知道嗎 憲法實施教書的時候 兩個地方 第一是調線 第一是台灣的 你去看那個教書 1945年的4月1號 有沒有 大日本帝國憲法在朝鮮 在台灣實施 所以那是很明顯的 這個什麼 這個台灣跟調線的國際法 你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調線的國際法 你跟我們台灣 度到的狀況幾乎一模一樣 他也日暑沒戰 哪個日暑 大日本帝國天王所屬 啊美國總統在軍事戰裡中 台灣齁 調線的狀況相差不一樣 差在哪裡你知道嗎 他齁 一半又索連在這裡而已 就是現在俄羅斯要在 médiocl 那裡 就是了啦 就是那些時候 你把歐洲的時候 調線 跟他 正說 你把他 抑一兩半 北維三十八度 以北的交給蘇聯 那北維三十八度以南的交給 這個什麼 交給美國 所以他們習三十八度 現在他就分兩名國家 三十八度以百 叫做百韓,就是現在的金正恩 如果說南平來說,叫做南韓 所以你要知道為什麼有北韓跟南韓這兩個國家 因為按照一般命令第一號,他賺兩款 他用尖尖要怎樣,他借兩位民政府 北平的叫做百韓,南平的叫做南韓 但是他最終的選中什麼人的,都大日本帝國 因為那一定是實施憲法,國際法就是這樣 反正不管如何,這拿到以後,我們以後的問題就是 就是現在俄羅斯要美國去處理 他們要叫國際法去處理百韓跟南韓的問題 你若說挑戰今天如果有問題,主要是美國的問題 再來就是俄羅斯的問題 因為按照法例來說,那都他們的證明 都主管什麼人的,什麼人的,大日本帝國聽 其實這個國際法跟台灣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完全一模一樣,他也是日俗美戰 但是他俄羅斯還比較複雜,他還有一個蘇聯 因為那時候按照一般命令,美軍叫俄羅斯叫蘇聯 有什麼人講,叫美國講,怎麼樣? 這個蘇聯跟美國在那時候各自成立兩個國家 白兵的就是白韓,南兵就是南韓 他們同的,他們也都什麼,他們也都是日俗的 是哪個日俗?是大日本帝國 對,是台日本帝國 他們同的,他們在在戰鬥的時候跟我們台灣跟 台灣跟調選,全部都有派代表去我們的議會開會 對,台日本帝國的議會開會 對,這是真的有的,我記得好像台灣 我們要去哪裡開會,去我們日本的本土開會 開什麼,開台日本帝國的議會 啊齁,後來我們要帶我們要知道齁 我們先不要說議會的事情,我們先把調選 因為我們現在要集中在那裡 在調選的國際地位跟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因為我們兩個狀況剛才一模一樣 對,也都日俗美戰 對,因為我們的主要,主要 占領的觀光都美國 啊,美國才會分配占領 他把那個北韓就是三十八 八都一百的,交給所領去占領 啊,我們台灣是交給全國就去占領 你知道意思嗎?啊,我們主要占領全國的 誰?都美國 因為台日本帝國的帝國是向美國總統導航的 對,啊,美國總統導航後要怎樣 對,才叫盟軍的統帥麥克阿瑟 跟美方的代表麥克阿瑟 做得來分配占領 所以你要知道主要占領全國什麼人 是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才叫蘇聯去佔百姓 一才叫全國就來佔台灣 所以你要記得主要 主要占領全國都什麼? 其實都美國 啊,如果說今天北韓的國際地位 如果有問題主要什麼人的問題 是美國跟俄羅斯的問題 主要啦 啊,還有那個什麼人? 還有那個什麼?還有中國 中國是比較主要,為什麼? 因為他主要是卡到中介洲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他叫中介洲去佔中國佔得不好 對啦,啊這三成一些問題就是來戰 就是中介洲去違反那些什麼 政政法跟國際法的部分 我剛才前面就說過了 那個人就不應該派去中國 也不應該派去日本 我說實在話 那個人不夠格當盟軍統帥 他就跟無一個你知道嗎 無一個整個中國都開火來戰 其實中介洲要付那些什麼? 如果父母有主要的進進 對啦,啊,如果中介洲要付進進 就是美國要付進進 那代表都一排 人家說的美國帝國主義的走勾就是這樣 所以這整個怎麼? 在那中國打一個國共內戰 整個開火的 之後整個都來台灣 之後又打韓戰 對啊,所以中介洲那個 今天我們阿州的國際地位這麼亂 中介洲要付最主要的進進 什麼樣的原因? 他喔,在那中國那邊土地 跟占領的關係處理得不好 之後他那些問題又拖那些 拖去挑戰 啊,又拖來我們台灣 嘿,就是中介洲 麥克阿瑟、羅斯武 那個時候要付最主要的進進 啊,還有繼任的杜魯門 那個時候處理得不好 嘿,還在開火 整個東北亞還在開火 對 嘿,你知道嗎? 雖然喔 這裡的土地主法都順帶日本帝國 提供的 但是美國觀衛學 並沒有處理好 他沒有處理好 他沒有處理好 對啦,就是沒有那個處理好之後 啊,還有戰鬥之後 整個我們的歷書 整個都做假的 嘿 啊,還有我們的什麼 我們這個 啊,這個 東北亞什麼 台 日本帝國的這個什麼 國際法例 整個都做假的 所以我們整個歷書都 整個都亂起 你知道嗎? 對 啊,現在就是說 要回覆就看說 美國可以怎麼說 啊,我是都很清楚的 我已經很清楚 我已經很清楚 戰鬥以前做什麼 因為我都在做研究 我就知道 因為這種的名字 你齁 只要資料都老的齁 你如果照這個什麼 你如果檔案過的都老的時候 你如果照這樣下去做 你就知道戰鬥發生什麼事情 對,戰鬥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美國、蘇聯、中國的共產黨 和政府的一種 整個都起衝突 對 啊,剛剛整個都嚼嚼整球 在那怎樣? 整個戰鬥之後要打來一下 對,啊打到整個東北亞都開火 這樣 對,啊開火之後要怎樣? 北韓他們有 你知道嗎? 北韓他們有停戰喔 我們齁,等一下 因為我說 因為 因為這些的問題 稍微更複雜 我一行情人來說 我先把調選的國際地位說清楚 對,就是 調選是台日本帝國提供的 台灣也是 也是台日本帝國提供 啊同的 提供都什麼? 都派總統 啊 都叫什麼人來管理 世界上的管理 都叫做日本國政府的官員 你管理 但是喔 這個調選和台灣的所有款 都台日本帝國提供 這是毋庸置疑 因為他們都是叫國際條件來的 啊他們都有簽約 啊我們戰後的時候喔 主要在在 主要在 旧金山合併條約 對 在那個 旧金山合併條約裡面 叫他們約束齁 說叫日本國政府 什麼 放棄我們台灣的是惡筆 你知道嗎? 叫他們賣冠 齁 啊如果說調選 調選什麼 什麼 究金山合併條約2A 他怎麼說呢? 日本國 吼 調選 獨立 啊承認他的什麼 獨立的地位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國家 甚至說 他的獨立的地位 就是說 欸 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一定做日 做日暑幫 呢? 就是我們所有款 都台 日本帝國提供的 但是我跟你說 你日本國的政府 不能去管調選的政府 不行 你一定承認你獨立 差 我跟你說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跟調選的國際地位 差在這裡 調選一定 要怎樣? 新獨立處理 但是我們台灣還不行 嘿 所以你吼 你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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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你吼 他把三十八多一百交給什麼人 交給三十八多一百交給美國 但是實際上他是一個國家 但是他還要我們奔斷兩地 所以南北韓會統一 絕對要統一 因為按照國際來說這兩個國家要統一 即使時間拖等拖地他都要統一 因為條線本來是一個國家 如果我們來說是 條線這個國家的歷史 剛才來說差不多超過一千年 當然沒有日本還長 但是也超過一千年 我們台灣呢 我們台灣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國家 從來沒有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們這裡都部落 我們台灣也不是有一個統一的狀況 為什麼 除了他是部落以外 他的這個生活條件比較不好 有什麼概念 都沼澤 台灣以前都是沼藏之地 它不是一個平原 它是一個秋陵的地形 阿公 尊公你有平原的地方 我來講 都很多沼澤的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 以前你知道 嘉南平原你知道嗎 那個中華 在那中華 伊南 那片 我來講 全部都沼澤地 對 所以喔 變成說 因為台灣是什麼樣的原因 地形 地貌和氣候的關係 成為沼澤地 所以他沒有辦法 主連成為一個國家 對啦 人家說的沼藏之地 所以那個時候 日本在那1872年那個時候 他有那個派軍隊來我們哪裡 來我們屏東的牡丹社 我跟你講他來差不多三千人 兩千五百人死在台灣 什麼樣的原因 欸 他說到那個什麼 熱帶病 都死在台灣 什麼樣的叫蟲塘定死他 台灣喔 以前是很獨特的地方 非常獨特 日本的軍隊三千人 去買我們的牡丹社 結果後面回到五百人 都沒有發生戰爭喔 他就死了 什麼樣的原因 沼藏之地 所以我說 我們台灣以前是不會住人的地方 你知道 為什麼還有我們台灣人你知道嗎 很簡單的 因為我們的DNA 因為我們的DNA 不怕蟲塘定 我們定不會死 但是如果我來來的時候 我要說他沒有抵抗能力就是死了 所以 以前台灣是很難住人的 只有什麼人可以住 只有我們本土的台灣人可以住 什麼樣的原因 我們對蟲塘有DNA的抗敵 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台灣的生活條件是有夠不好的 都蟲塘啦 嚇熱帶病啦 嘿 你如果說 日本那是真假的 人家的紀錄說 他們在牡丹社的時候 他派三千人的部隊來 結果回到日本的時候 五百人 無法新戰場 他們都不是戰士的 他們都是北士的耶 哇 我看到那個資料 我嚇一跳耶 哇 原來我們以前台灣都不會住人的耶 外人不會住的 你知道嗎 對 外人 說的是我們台灣以前沒有人要來啦 什麼樣的原因 都藏藏之地啦 所以我們台灣為什麼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國家 這個地形 地貌 自然條件就有關係 變成說他沒辦法成為一個國家 他就成為一個什麼 你知道嗎 部落 嘿 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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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綽一綽 他就趕我們台灣比較大的地方來大 比較好大的地方來大 嘿 啊 自然在那邊讓他成為一個部落 嘿 所以我們台灣在荷蘭的時候 我們把我們調查我們最沒有三十個部主 嘿 啊 大家都部落部落部落這樣 一區一區這樣 嘿 主要有什麼樣的原因 他為什麼沒有成為一個國家 為什麼 地形 地貌和自然條件不允許 嘿 不允許啦 什麼樣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生活條件太壞了 你看日本那個部隊來就好 三千人 當時五百人 兩千五百人 全部都白死 看我們台灣以前多獨就好了 所以變成說我們台灣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國家 為什麼 自然的地貌 就是 就是上帝的意思 不要讓我們成為一個國家 那就是主權 啊 就是台灣那個時候根本就沒有成為一個國家 為什麼這樣 自然條件不允許 自然的地方因為 因為喔 我們那個時候的衛生條件都比較壞 嘿 我們的衛生條件 你看看 人台日本帝國天皇 拿到我們台灣在1895年之後 拿到我們台灣之後 你不知道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把我們台灣的衛星做得好 你知道衛生先做好 衛星因為這樣 現在進步就不住人的啊 所以他去買之後第一件事是什麼 叫好等新品 把我們台灣的衛星用得好 什麼叫衛星 你喔 包括我們說一件事 你的錢 一些 一些 毛糖白 叫毛糖頂的事的什麼 黃熱病 嘿 整個要先處理 不說是 那個時候喔 他們 日本人來我們台灣的時候喔 他們有差不多在前面二十年 他們只有白痴的人喔 你知道嗎 差不多要到三萬了 嘿 就是你開睡我們台灣的時候 都白痴的啦 什麼說的原因 以前都是早上之地 啊他們都 日本人進來之後要怎樣 他就來開睡台灣啦 開睡啦 就跟我們建設 跟我們的衛生設備什麼 整個都給你們用好 還有什麼 全島的什麼 交通線啦 就是我們的衛生和交通 要先處理啦 什麼看的原因 因為我們台灣為什麼是一個部落 為什麼一直以來是一個部落 你應該用他家去想一個問題 第一 我們的衛生條件就不好 什麼看的原因 我就跟你講的 都早葬之地啦 所以他 日本人來之後要怎樣 他就把那些一些什麼 那些沼澤都一一填平 我記得我小時候喔 我們在那鄭下的時候 哇 很多衛生啊 有夠多衛生啊 有夠多衛生啊 就是什麼 就是沼澤啦 嘿 啊如果還差不多 我們阿公那時候的衛生一定更多 嘿 啊如果在我們阿台那部的衛生 日本時代的衛生還更多 嘿 什麼樣的原因 譬明說我們台灣是什麼 早葬之地啦 以前日本人還要來開發進行 都什麼 都早葬之地 都會生蚌堂 生蚌啊 阿蚌子如果跟日本人頂著就死了 什麼樣的原因 他們沒有抗體啦 所以他們在開發我們台灣的時候喔 在那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五年 衝進去台灣的時候 我想說 喔 他們好像變四超三萬人 大大小小的官員到眷屬這樣啦 四超三萬人 所以 他們日本在開發我們台灣的西 有夠多人的啦 你知道嗎 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啊 戰士的人 我們台灣兵去戰士的國家水 什麼樣的原因 都叫幫堂定士的啊 對啊 所以 所以喔 所以喔 我們就要跟你講 我們台灣為什麼 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國家 什麼樣的原因 我們的衛生條件很壞 就是那個什麼 幫堂啦 對啦 就是那個 自然的地貿不允許 然後還有第二點是什麼原因 除了衛生以外 第二個我們台灣是什麼 我們的交通也不好啦 因為台灣你知道 都大大小小的秋林地 我說給你聽就好了 第一 我們有一個中 你看我們台灣一個中 有一個中央山脈 把我們台灣的東坪 跟西坪圍圈圍圍圈 說一下 那個交通也很不便利 除了這樣 還以外 南北還有阻隔 比如說你在北 你在北部來說 我們都非常清澈 你若跟苗力 你看台湾就在那裡有讀到一宅 北平跟南平都在苗栗的山區那裡 那裡都非常清楚 台湾的北部在台中以北 有什麼樣的原因 那裡有一個山區 所以我們台湾怎麼 我們的南北會被阻隔 南北阻隔就算了 你現在還跟台中那裡 他又是一個盆地 他也是一個山區 他一直往南到哪裡 往北瓜山區那裡也整個山區 一直到那裡 一直到差不多在那中華的那個 灣林 灣林伊南齁 整個都平原 但是我跟你說 平原也不好 有什麼樣的原因 以前都藻葬之地 那裡都會生蜂蜂 對 全部都會產生什麼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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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格島的地方 所以我們中華幾片 伊南 那裡我都說 全部都倒閉地 對啊 所以你看看 台灣山區 都沒有 算說 交通壞 它自然就會成為一個部落 你說平原地區 平原地區也不好 什麼樣的原因 倒藏之地 所以喔 變成說我們 台灣所有的土地 都 全部都說 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國家 為什麼 整個都南北阻隔 不然就 自然的地形和地貌 所以日本人來之後 要第二件事跟你做什麼 跟你台灣的交通做得好 第一 他跟你做什麼 我們這個 在那北平 基隆到 都與我們 高雄的地路 那是日本人完成 啊 廖以後還跟你做什麼 做縱貫線 人家說的台一線 你知道嗎 台一線是什麼人去的 你知道嗎 欸 日本人去的 他跟你台灣的北平 跟南平 都跟你黏起來 對 啊 廖以後又好像有做 一個中逢 他只做一個 東平跟西平也跟你黏起來 對 所以喔 我們喔 阿長話還有什麼 然後還有大大小小的 一些那個算是路 全部都日本人去的 啊 還有一些鐵路啦 嘿 鐵路啊 主要什麼 我們在那時 台灣都在種植鹹吃 啊 因為我們台灣那時 他做一個研究 之後 我們台灣這種的土地 加南平原 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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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行 第一就是甘蔗 第二就是什麼 就是稻米 嘿 啊 日本人就做一個 的佳南大菌 嘿 他就是說喔 因為喔 台灣那個時候 我們的西部平也 他有一個缺點 他容易下大雨 你知道我們 我們喔 住在台灣都知道 中南部那個地方 都 忽然間容易下什麼 清盆大雨 還是說做風胎 啊 那個風 你知道嗎 那個風 到風過的 四個 就變成了 大一頭 那 那種氣候 是非常不好 就是 最好什麼 容易 汁 容易生什麼 生蚊蟲 嘿 就是這樣 給你 裸後 你還給你出 大一頭 整個蟲頭都出來 嘿 最怕就是 最怕就是 這種 所以我說台灣 為什麼都是 沼澤地 都是蟲頭 原因就是跟我們 那個自然的 地貌有關係 你看我們都會記喔 我們都住中南部的時候 為什麼 都露大蟲啦 一間都給你露 幾個禮拜 都給你露 三天幾個禮拜 一直露 一直露 那個大蟲 那個大蟲 給你露 之後他怎麼樣 所有的植物 沒有 所有的什麼 所有的蟲頭 都開始生蟲 生蟲之後他怎麼樣 好 還給你出大一頭 我告訴你 那幾個東西都補出來 嘿 所以喔 你要記我們台灣 如果大蟲之後他 還給他出大一頭 之後 整個蟲頭都生蟲 整個都鎖鎖出來 嘿 啊 我跟你說喔 在那 200年前的台灣 還更嚴重 那 那齁 整個都生蟲 整個 台灣的中南部 整個都走著 喔 那還更多 所以蟲頭 還更多 對啦 所以就是 最怕台灣就是 露雨之後 要出大一頭 喔 那個 疫情都會爆發 以前我們 我們 疾病我們台灣到現在喔 東哥的疫情也 經常會在我們中南部爆 什麼看的原因 那都跟我們的 地形地貌有關 我們的衛星啦 第二 就是什麼 我們的自然條件 就是我們的地貌 有沒有 整個都噴地有沒有 啊不然就蟲林 你如果說 苗栗就是蟲林 跟我們的 南邊跟北邊 整個都怎麼 阻隔 啊之後他到台中 地区的時候 跟南部整個都噴地 啊不然也是蟲林 啊一直延延到中華的時候 差不多在那 原寧 原寧以南啦 你如果原寧以南 都平原沒不對啦 但是我要說 不好意思 都藻葬之地 嘿 所以變成我們台灣什麼 整個島都不 你知道嗎 不適合住人啦 比較沒什麼啊 大規模來住人 所以變成這樣 台灣自古以來 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國家 什麼樣的反應 地形地貌啊 跟我們的自然環境 這是事的 所以為什麼台灣自古以來 都不是一個國家 對啊 啊不然這就是 最大的主權 啊我們喔 台灣進入文明化的國家 在什麼時候 在189年 台日本帝國 天皇帝國 我們台灣廖廖 才開始做建篩呢 我說的 厚藤新平 以來以來 以來以來 開始做第一件的事情 什麼 把我們台灣的衛星 用得好 啊不然說 我們台灣不住人 然後第二點 把你做什麼 把你全台灣的交通 把你用得好 厚藤新平 最大貢獻 最大的貢獻 就是做這兩項 尤其是第一項 把你台灣的衛星 的調教都把你用得好 台灣那時候 在厚藤新平那時候 他把他做大大小小的 什麼 人家說的 我們現在個鄉的 那個什麼 那個 衛生棧 那個 那個 護理棧 有沒有 對 對 他都把他熄在台灣 剩兩百幾個 那兩百幾個 要做什麼 要把我們台灣的一些 衛星條件 很壞的那個名 整個蟒糖 要把它堵堵掉 比如說一些 聶基 登格勒這些名 對 全部都在 在什麼 在厚 在厚藤新平 在管理我們台灣的時候 我們台灣那時候一些 壓熱帶兵 在這個 日本人 厚藤新平的 博士的 手套 把它絕基掉 總統把他消不掉 跟我們台灣的什麼 衛星條件很壞 整個都改善 在厚藤新平的手套完成 當然那是 那是 第一次的大改善 第一次的大改善 之後 台灣就開始死了 我們台灣 人口開始 漸漸 所以你來看 一件事 日本人拿到 我們台灣的時候 我們台灣只有250萬 到一走 50年之後 我們台灣的 人口超過600萬 五十年你知道嗎 五十年你知道嗎 生生生生 我們人口多一百萬 咧 我們說 我們說那個 變好後來就開始生團了 所以我說一個是話 如果沒有好藏心平 沒有我們今天是個兩千萬的台灣人 你知道嗎 其實那都是日本的公路 我們都說是話 不然我們台灣說成這樣 在189年現在還老的 老的大清帝國那 我說的是台灣今天 怎麼是一個鳥不聖誕的地方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們 我們台灣人都在說的 人家說的吃粵劑要拜 要怎麼 算是要拜手頭 你如果要感謝你 感謝什麼人 我說的是 我說的是我 感謝三的人 第一就是台日本立國天皇 他把我們台灣收下去 第二的是什麼 後藏心平 他把我們台灣的衛生 和交通的條件用得好 第三的是什麼 比如說很簡單 我們八天一 他讓我們中南部的整個經濟都變好 反正 反正 反正就會生 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我們台灣人的效率 你知道意思嗎 說的是我們台灣 就是經過這三的人 很重要的三的人 整個台灣的 國中的條件都變好 你知道嗎 所以說你如果說台灣人 要感謝你的 感謝日本人 這是屬實的 人家有做的 空會 你說 國民黨過來也是來 叫他們的 那都變的 對啊 你知道嗎 所以國民黨 就好運去叫到 過來之後 人家都去好了 他也不用做了 對啊 啊 他是接在管而已 說的是我們台灣的 我們台灣的 經濟 什麼人的功能 也是日本的功能 因為那所有的 基礎 都日本時代打下來 因為他跟我們台灣的地打 好 所以那個什麼 十大建設 那個名 國中學 十大建設 那個名 都是日本人流下來 他那時候 當你戰爭 做不完 所以怎麼 人家國民黨 接不去做 你知道嗎 那都是日本人的設計 說那些都設計好 設計度都會好 差說要怎麼做而已 要怎麼做不太簡單 去日本那個地方 把工廠所請來就好了 所以十大建設 就是這樣來 那不是國民黨的功能 那是日本人的功能 他是狡辯的 你知道嗎 以前都跟我們騙說 哇 我們台灣人那十大建設 說到時候 台灣變一個荒島 狗屁 日本就不是這樣 那十大建設 那所有的名字 都是日本時代 找到整個好 只是那時候 當你戰爭 人家沒有那個時間做 對 啊 下了以後 我們台灣 才叫什麼 才叫政府跟國民黨 幫你接收去 啊 下了以後 你說那十大建設 我說的是 那都是日本人的設計度 啊 他只叫你贏而已 啊 對啊 啊你看 現在十 現在十大建設 開了以後 台灣 還有做什麼 建設 現在都國民黨 你管 還有做什麼建設 都沒有 什麼樣的原因 江郎財政 你知道嗎 對啦 他的 他裡面沒有名字 什麼樣的原因 我就跟你說 中國的教養 是不會有什麼創新的 對啦 所以我們台灣在什麼 十大建設 了要 基本上台灣的經濟 都停擺 停擺到現在 在民國 八十年到現在 都停擺 什麼樣的原因 他沒有新的東西了啦 想不出來了啦 想不出來了 你說 族客這個名字 什麼人的 不好意思 幾個都美國 嘿 所以我們台灣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在美國來 都在日本來 你知道嗎 金本都不是國民黨來的 他們來這裡就只有 要貪污啦 十八%這樣而已 對啦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 我們在回歸 正 我們在回歸 正傳來講 我們台灣有沒有台灣人 自己建立過自己的國家 沒有 都外來人 外來人 替我們 替我們 替我們的國家 我們這個政府的基礎 都外來人 替我們建立 我們的國家的基礎 我們這個政府的基礎 都外來的啦 對啦 為什麼 因為你台灣 就不適合 當一個國家啦 一開始的時候 不適合 為什麼沒有任何條件 在你一開始 衛星就敗 然後第二 或者什麼 你的地園 你的地園 你那個地園 都是什麼 全部都超人地 也不適合 成為一個國家啦 所以在1895年之後 要怎樣 台灣就是 台日本帝國 拿到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就是一個信託狀況 台灣就是怎樣 台日本帝國 所有 這個 日本國在管理的 是 那時候台灣的狀況 所以那時候台灣人 屬於一個什麼 信託狀況 屬於一個信託狀況 什麼 主要是台日本帝國 拿到的 但是什麼 對 都日本國的政府 在幫你什麼 在幫你管理 同的 我們現在還給你 說 雕線 就好了 啊 雕線 雕線的狀況 稍微不一樣 就在這裡 因為雕線 足夠以來 千萬年 他就是一個國家 雕線 那他的狀況是怎樣 是 大韓帝國的皇帝 把 雕線 拿到 台日本帝國 提供 台日本帝國提供 他才派總統 在雕線 但是我跟你說 雕線仍然是一個國家 為什麼 因為他以前一個 雕線 國家 早就都建置好了 但是我跟你說 非常的 非常的落後 他屬於一個什麼 部落殖民地的狀況 雖然他是一個國家 但是他的文明 最準無關 嘿 為什麼 所以都想什麼 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 嘿啦 人民在封建 啊所以怎樣 打他不好 嘿 為文明開發 為什麼屬於一個 部落殖民地的狀況 啊 提供了一關 雕線那時候 就開始文明開發 跟西方的一些名字 都給他印一印 嘿 所以喔 我們 我們就要講 第一 我們台灣跟 條線 國際地位有什麼 所在同的 同的 就是都屬於 大日本帝國的天王 然後同樣 就怎樣 也是都叫 日本國的政府 實際上去管理 啊 同的在 舊金山 和平條例時 都叫 日本國政府 你要放棄台灣跟 條線的管理管 啊 條線跟台灣 又相當不一樣 日本國承認 朝鮮的獨立地位 都 條線直接獨立處理 啊我們台灣呢 台灣還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齁 現在我們台灣跟 日本國的政府 為什麼 屬於工業地 供應的 我們會土地供應 還沒有分割 什麼看的原因 還沒有照 國際條約分割啦 但是齁 日本國跟條線都分割好啊 對 都已經分割好啊 但是他還有稍微一些 衝 稍微一些衝突 在哪裡 在獨島 在日本國跟條線 中央一顆島 對 因為現在在 那顆島 那顆島 到底屬於 條線的 還是屬於 日本國的 對啦 他就只有 那顆島有 一些衝突 我們台灣呢 我們齁 我們那顆 台灣跟 日本國的 也有稍微有 一些地方 有救出 對於 人家說的釣魚島 對啦 釣魚島就是 那些什麼 間隔裂島 我都要說 間隔裂島 對啦 稍微有意義 但是為什麼 原則上 那屬於 沖繩線的 但是那個時候 在 那個什麼 在日本時代 在管理我們台灣的時候 他齁 那片土地 交給什麼 交給台灣總督 你管 那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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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管 脫管 他為什麼 比較方便 所以交給他 但是 收一管 什麼人 日本國的 對 我們再說一下 台灣 跟澎湖 就不屬於 日本國的 他屬於什麼人 屬於台 日本國的 對 對 他都叫什麼人 你管 叫什麼人 你出管 叫日本國 管理我們台灣 所以我們台灣 那時候是一個 信託架構 來我們問他 朝鮮 朝鮮也一樣 也一個信託架構 朝鮮 隨便 台日本 帝國 天皇 什麼看法 1910年的日韓 併和條款 對 大韓 帝國的 法庭 跟他的 所有款 都領 台日本帝國 天皇 那 日本帝國 天皇 叫做日本國 政府 也是一個信託架構 對 所以 條線跟台灣 都屬於 大日本帝國 天皇 但是為什麼 都是 是 主要就是 日本國政府 在經營 然後 既然 舊金山和平條約 時 日本國 同時間 放棄 朝鮮跟台灣 但是為什麼 我們 先讓 朝鮮獨立出去 台灣為什麼 台灣沒有 就像 就像直接放棄 這樣而已 你來看 他的條約 你看 舊金山和平條約 二約 日本 這個 承認 什麼 朝鮮的 獨立 再來 放棄 朝鮮的 什麼 管理權 這樣 你知道嗎 然後 他有什麼 他把這個 管理權 to korea 有嗎 交給 korea 對 交給 korea 有嗎 就是 日本 承認 朝鮮的獨立 還有 這個 朝鮮的 管理權 交給 朝鮮政府 交給 我們台灣 台灣 台灣 是跟 放棄管理權 這樣而已 但是他說 說 他怎麼 Mittel 不 神 靠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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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在改我們舊金山和平條的2B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富翁摩斯和佩斯卡都在使用 所以我們都獨立了 你知道意思嗎 有很多人都這樣 我跟你說 你以後有很多人去遇到2B的問題 舊金山和平條的2B你要去改水 很簡單 你拿2A到2B拿來比 他就很清楚了 人是有條線 他是有富翁摩斯和佩斯卡都在 那什麼意思 信託啦 信託啦 就是那個人說的台灣什麼 台灣統治當局 就是主要什麼 就是什麼 就是主要怎麼看美國總統和他的國會手頭 所以他叫做什麼 叫做台灣統治當局 那個信託架構 那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啦 所以我跟你說 他不是說 搞有富翁摩斯和佩斯卡都在 那不是 那是搞什麼 搞有信託架構啦 因為台灣在天空那時候就是一個信託啊 人家搞美國總統的時候 他也是一個信託的狀況 所以他說 直接搞富翁摩斯和佩斯卡都在 那個什麼主要怎麼看美國總統和國會 對啦 所以那是一個什麼 信託架構啦 對啦 所以我們台灣 那個時候就是一個信託架構 後來 美國總統拿到我們台灣的信託權 後來要怎麼 跟 叫政改制成立一個台灣統治當局 啊 叫什麼人下去管 叫中華民國下去管 啊我前面就說外交我就不說了 對 所以我跟你說齁 我們條線跟我們台灣差在哪裡 差在一個日本國給它倒進去 所以我們台灣還沒 但是我們台灣以後的國際對比 會跟條線一樣有沒有 機會很高的 超過百分之八十以上 對 因為齁 條線是怕在最頭上 那是對在後面 對 所以你要清楚現在 條線的國際對比 現在的狀況就是我們台灣 台灣以後要走 我們就是對條線來後面 為什麼 人家條線 人家日本國一定是讓他們 獨立處理 但是我們台灣也沒有 台灣沒有耶 就是說 我們現在台灣跟 日本國說 我們是 啊還供應地人耶 還是 共業的狀況 還供應地人耶 啊 還沒有分架 啊我問你 啊你要叫什麼人來分架 台日本帝國天皇 上月在最終和平條件的時候 整個都分架 嘿 所以齁 我跟你說那個 台日本帝國是很要緊的 嘿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 都在天皇那裡 啊現在就是天皇要出來 齁 這些都把我們政樓 這些國家都分架 我講 整個都要怎麼來處理 比如說 北方四島好 也是要天皇出面 調整的問題 怎樣 最終的時候 他也要算天皇來出面 台灣也一樣跟南海 那都是台日本帝國天皇 他要出面 這些事情 這些解決 就是舊金山 和平條件 他第二條 講的那些問題 最終要天皇 要割一條鷹 你知道嗎 還割一條鷹 嘿 啊 這些事情是怎樣 舊金山 和平條件 講的是什麼 暫時性的狀況 但是 最終還要什麼 還割一條鷹 什麼人的 大日本帝國天皇 要來決定說 這個戰鬥後 這最 這 傳人家什麼 這個二爺共的 這些土地上 要我們來處理 還割一條鷹 啊 要天皇 回到才有算 不是 那些政府簽而已 但是為什麼 頭上天皇還沒簽呢 都還沒簽 所以我們的 國際機會 整個都還沒聽完 嘿 整個 啊就是我們台灣要做日暑邦連 那都說好了 最好是 就是天皇跟美國總統都說好了 因為這是他們兩個的事情 對啦 因為所有台灣的所有權在哪裡 在台日本帝國天皇那裡 啊 挑戰呢 挑戰也一樣的 也是台日本帝國天皇那裡 但是我跟你說 喔 日本國的政府有承 承諾說要讓挑戰 到進去我們台灣怎麼沒呢 欸 台灣仍然是一個 仍然是一個信託架構 欸 就跟朝鮮有一點差別 差在 差在對 差在挑戰性 獨立水 我們台灣仍然是一個信託架構 差在這裡而已啦 所以喔 你舊金山 我們和平挑戰 你都要 說我是你都要討論啦 欸 那個2A跟2B 你把它拿來比 欸 欸 啊我們台灣的總統是 TUHORMOSA AND THE PESCALORES 欸 啊主要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一個信託架構啦 就是 日本國 放棄這個台灣的管理款之後 要怎麼辦 欸 就把管理款形成為天皇 啊天皇要怎麼辦 把這個信託架構構到美國總統 什麼樣的原因 主要是天皇用美國總統導航的 啊所以 天皇的土地都由美國總統佔領 整個都給他管理 所以喔 我們現在那個全台灣的管理款 就交給什麼人 交給美國總統 就是我們台灣的什麼 信託架構就交給美國總統 啊 美國人想要在1979年之後 美國總統跟國會怎麼辦 你知道嗎 這裡給你設立一個什麼 AIT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什麼 台灣治理 這個台灣治理當局 欸啦 啊 後來他現在給他設一個台灣政委的信託架構 欸 同的 都跟這個什麼 都跟這個究竟在和平台說的 有關的 2A到2B 所以你們兩個要好好去比較 我們齁 我們齁 這一張有一個重點 在哪裡 就是 你條線要走的路線 就是以後 我們台灣人要走 對啊 所以齁 你要用條 你要用條路的同要求 說 我也要跟條線一樣 為什麼 條線可以獨立 我 我這個 日本人民我也要這樣 啊齁 所以我們說的一件事 為什麼台灣最後一遍 日子幫年 說的是 跟這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2A 怎麼 它有絕對的關係 因為齁 它是先走的 但是我們台灣是對在後面要走的 所以齁 你都要修國 修國這些 你台灣自然就變成一個國家 什麼樣的管理 我們都給你安排好了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2A到2B的時候齁 你就要知道有一個前奏 就是要怎麼 要讓條線性在日本國裡面 讓獨立水 再來後面 我們台灣 但是我們台灣 不是現在 我們台灣要等到什麼 等到最終和平條約的時候 我們現在齁 因為我們沒辦法 所以我們台灣人 是屬於什麼 一個信託架構 但是這個信託架構 最後要搞到什麼 搞到台日本地國天皇 只要用什麼 只要用層級降下 把你變成一個國家 所以你台灣也會變成一個國家 但是我們 日本一定想 實際上變成一個國家 到時候 天皇只要承認 你朝鮮的獨立地位就好了 對 等到他們比較單純 你知道嗎 他們就像 日本天皇 又插日本天皇一隻鷹 我們要兩顆 台灣要兩顆 你聽到嗎 台灣如果要變成一個國家 要兩顆鷹 什麼人的鷹 日本國的鷹 日本國的鷹 就是安倍晉三 跟日本天皇都要同意 你知道嗎 台日本地國的天皇 他要等兩顆鷹 我們台灣才會成立一個國家 不然在那之前 我們台灣存在是一個信託架構 對 搞到什麼人管理 搞到美國總統 跟這個什麼 國會管理 在你 測試你把你脫管 脫管台灣 所以 只要把你設一個什麼 台灣治理當局 對啦 我們現在說的叫做 我們在基本法裡面說的叫做 台灣統 什麼 管轄當局 那都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什麼 信託架構 你知道嗎 你把你用這個人 美國 美國總統跟國會 幹嘛 幫你設立一下 對 台灣的什麼 管轄當局 一樣的意思 他也 你把你管理就對了 也是一個信託架構 所以你要很清楚 我們這個台灣政府是什麼 一個信託架構 對喔 他一直把你脫管 但是我們台灣的這個 國際地位的這個 結論公共識的走就有了 結論有了 但是敢做還沒 我們的結論都有了 結論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跟這個 什麼 調線差不多一模一模 因為調線在事實上 一定是新獨立處理的 什麼樣的原因 日本國的政府 有承認 朝鮮獨立的地位 那也有把管理款都交到調線 這是明明白白 現在在對於 那些 究竟在河嶺調的 啊我們台灣跟有 台灣沒有了 對啊 台灣是交到什麼人 交到那個 那些 台灣統治當局 那個時候就是交到 今次的啦 江開穴啦 啊江開穴 啊江開穴 死以後要怎樣 交到AIT 啊 AIT未來要交到 他未來要交到什麼 交到這個 什麼台灣政府的信多架構 我前面沒說過這個問題 對 你要去聽 啊你整個你就明白 喔原來台灣的最終地位 早就有定論啦 有 其實早就有定論了 對 啊你的定論 我就跟你講完 我們做一張有一個重點 我們台灣的最終國際地位 你只要看調線就好了 你不要這樣要求 人家調線 你獨立處理 我現在以後 日本新聞我也一樣 你也要跟天皇要求 說我要跟調線都一樣 你知道嗎 我也要讓你 什麼 我也要讓你承認一個國家 麻煩你天皇給我成立一個國家 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 一定 確定啊 調線可以在日本國裡面 獨立處理 確定因為 旧金山和平條已經 已經簽下去了 2A 因為 朝鮮未來實際上 就是邦聯 日俗的邦聯 所以我們台灣也要做 日俗的邦聯 就是日俗天皇的 這個 大日本帝國天皇下面 有三個土地 第一個主要是日本國 第二個主要就是調線 第三個就是我們台灣 所以我們三個都會變成國家 那都是天皇的 叫做大日本帝國 什麼 叫做什麼 叫做大日本帝國邦聯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邦聯的架構照就是 那我要說 我們現在實際上 我們就是一個邦聯的架構 為什麼 朝鮮一定是新獨立處理 那是日 那什麼 一定是日俗的邦聯 就是 在台 日本帝國天皇之下 現在一定有兩個國家 你憑我 一個就是日本國 一個就是調線 那我們台灣還沒 台灣現在 就是一個信託架構 現在還佈在 佈在半公頁 還沒給你錄 那你等什麼人給你錄 等日本帝國給你陳吉將下 那 日本國的政府還給你 靠一顆英國 你就台灣變成一個國家了 那 調線的事情比較單純 帝國英國 再靠一顆就好了 他只有一顆就好了 那我們要兩顆 你聽到嗎 台灣要兩顆 因為我們台灣的現在 會 土地跟日本國政府 還沒分過 所以我們要說 一個實話 在法律上 我也不排除一種狀況 就是我們台灣最後沒有成為一個國家 又 高等於由日本國政府管理 有可能也有可能 這是有可能 因為 主要什麼 舊金山和平條約 那些人說的是日本國政府 Renounce Renounce可不可以取回 其實上也可以 對啊 可以 對啊 就是說 只要 天皇說 把我們台灣陳吉將 這樣講在哪裡 講在日本國 不要跟你講在台灣 你就沒有了 所以你台灣人 你要做清楚 你要跟天皇說 我也要跟朝鮮一樣 成為一個國家 你知道意思嗎 你要跟他聰明 你放心 我現在好好 怕 我怕我的土地 我一定跟他說 你一定要要求 你知道嗎 這就是你 台灣人 你有 機會可以 當家 做主的地方 但是麻煩 你都要照法律來 你不可以跟他黑白做 我下 一早 我要說什麼 我要說台獨的問題 我要來賣那些台獨 那些台獨 那些台獨是有夠夭壽的 中國人 在我們日本 要建立一個國家 那叫做台獨 中國人 要在日本 建立一個國家 那個 那個叫做台灣獨立 你聽到嗎 台灣獨立 就是 中國人 要在日本的土地 建立一個國家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你現在拿中華民國的新聞 就是中國 這個 我們台灣屬於什麼人 屬於日本 那你在日本 中國人 要在日本這片土地 建立一個國家 那在國際法 是沒有這種事情 沒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來賣那些台獨 那些西藥 太過了 我說是他國際法理 都沒有人說清楚 就在那裡整天發獨立 你獨立 你也要看清楚 這個土地是你的 對不對 你如果說 這片土地真的是你的 你不用發獨立 說到時候 你就直接說 這是我的 我怎麼會發獨立 那就是今天不是你的 所以你這整天在那裡搖瓣 你知道意思嗎 這明明土地就有人 你知道嗎 你整天在那裡搖瓣 就是你在那裡搖瓣 證明不是你的 像說你像一個小的 你知道嗎 像你在洪海 總部跟他講 欸洪海我也 洪海獨立 洪海獨立 你小的你知道嗎 你就在白人的公司 裡面 還要跟獨立出來 那不是你的名字 你要跟獨立 沒有你都去洪海 發獨立 我也要去洪海 要去洪海 一個公司 我要去洪海 獨立出來 你知道嗎 小的啊 那不是你的公司 你憑什麼在那個人的公司 裡面發獨立 那不是你的名字 你如果說你的 你就自己去建議一個國家就好 問題的名字 就不是你的 所以就是一輩 中國人 跟我們這裡 傭的台灣人 自己不知道 自己人說的 人材最白的 道道做什麼 在那個人 把土地 頭上 發說 台灣獨立 你知道嗎 那都不是你台灣人的土地 你沒有材料 發獨立 像說你現在 小的走進去洪海 裡面有人發說 我要獨立 你小的啊 你知道嗎 你也要先確認 所有權 什麼人的 你不知道去發獨立 你要先確認 台灣這邊 土地有人的 什麼人的 但是你不可能 你 你 你不是一本身民 你沒有那個主樓要求 中國人 是沒有那個主樓 要求 台灣動立 你如果說台灣 要動立 現在有 什麼 法理上的地位 會有去 要求 動立的什麼人 台灣民進會的動力 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主樓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你是一本身民 你有主樓 但是我跟你說 你有主樓 並沒有代表 你現在用這樣做 你知道嗎 你也要是照法律來 你也要把 田豐和美國總統問 什麼樣的原因 讓美國總統 現在跟你講 你知道嗎 啊 台灣的土地什麼人的 日本田豐的 所以你都要跟他問 所以什麼人有主樓 台灣民進會的動心 有那個主樓 去要求台灣動立 但是為什麼 你不行 你知道嗎 你要問過田豐和問過總統 用法律的模式來辦 因為台灣什麼人的 台灣是台 是台 日本帝國天皇 你是他的什麼 你是他的兒子 所以你有 你有那個主樓 你跟他要求說 爸爸 我要在那 我這個 我齁 現在要在那些殘忍 這裡 我要幫你蓋一間住 這樣可以 我要住在這裡 可以 所以台灣民進會是有那個主樓 要求說我台灣要身為一個國家 你知道嗎 他有資格 但是現在還沒辦法 什麼樣的原因 對 因為我們的天皇 跟美國總統和國會在這裡 所以這關又卡住了 你要當最終和平條約的時候 整個事情都解決了 他 把我們台灣這個信託架 還在美國總統和國會 秋頭 興奮天皇的時候 天皇就是把你成吉將下 成為一個國家 如果這樣就可以 我們都要求 因為我們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天皇的後世 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土地 頭上說我要生日結局 可以嗎 你有那個主樓 所以如果現在真的要求台灣 獨立的 像是台灣民進會有那個主樓而已 你知道意思嗎 但是你要照法例來 你要把這個什麼 你現在問過什麼 你要問過日本天皇可以嗎 你要問美國總統和國會可以嗎 人家後來這 這有國會來幫你辦 你知道嗎 這有那個主樓化的 但是我跟你講 實際上現在也不可以 所以這個問題我也不可以說 因為說也不合 因為你也是 現在就 你都說了 說就是不適合 那村的人要求台灣獨立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知道你知道嗎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日本土地不是你們中國人的 不是外來民族的 因為中國人對我們台灣人來說是外來民族 外來民族叫做中國人 人家說外星人那不是一星人 那是外人 那是外星人 那是外星人 所以我說 就像本土的台灣人 會向美國總統 國會跟天皇要求而已 村的無主樓 所以你要恢復日本成名的國籍 為什麼 你齁 台灣人只要自己去主張啦 說 爸 我現在自己要在我們的土地頭上 我要去我的工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對 這是合法的 啊 村內台灣獨立是不可以 所以為什麼給你成立一個台灣民政府 那就是未來的台灣政府啦 所以才給你成立一個台灣民政府 你只參加台灣民政府的 那個人 未來有那個主樓跟天皇要求說 欸 我台灣要成立一個國家可以嗎 這是教法你來 這可以 啊 你現在的台灣獨立為什麼不行 因為土地都被你的啊 你都被我們家的人啊 你是要台灣獨立什麼啦 跟我說一輩什麼 一輩地國人走去紐約 跟人家說 我說紐約獨立這樣可以嗎 台灣獨立就是這樣啊 你就一輩中國人走來我們日本 你知道嗎 跟人家說 欸 我日本台灣要獨立 少爺 你中國人憑什麼 你走去日本的土地人 要求說 日本的土地要獨立處理 你沒有那個主樓 日本人跟日本人才有那個主樓要求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台灣獨立不行 就是卡在這裡 你的國籍啦 你台灣人的國籍有問題啦 你現在台灣人你在廣義上 你說龜類這個中國人耶 尤其是中國瀏洋難民 中國的瀏洋難民啦 你現在拿中華民國 那是中國瀏洋難民啦 美國的法令一直跟我們採啊 中國的瀏洋難民好不好 不是一個國籍 所以你中華民國籍不是一個國籍 他是中國瀏洋難民啦 中國的瀏洋難民啦 中國的瀏洋難民啦 你現在拿中華民國 所以人阿強才給你發台胞證啦 什麼樣的原因 你台胞證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 你是我中國人 啊流亡在海外 所以那叫什麼 中國的台胞證啦 中國的台胞證是 他喔 所以中國人但是啊 他住在台灣地區 那叫做台胞證啦 那叫做中國台胞證啦 所以很簡單齁 你如果說現在台灣人 你如果要參加聯合國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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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胞證什麼意思 代表你是中國人啦 那叫做中國台胞證啦 對啦 中國的台胞證啦 對啦 所以你現在台灣人 要去美典國 可以 對 我告訴你一個方法 你去辦台胞證 去聯合國 你把台胞證拿給他 你都去 因為代表你中國人 啊 你拿中華民國 身份錢沒辦法去 為什麼這樣 你是中國瀏洋難民 你 你現在國際有問題啦 對啦 所以你很清楚 台灣未來會不會是一個國家 各位現在喔 中華民國 是在國際上 都用封殺啦 那不是國家啦 那也不是國際啦 那也不是國際啦 那也不是政府啦 都不是啦 我前面就說 我的中華民國 就是台灣支國問題 我就不說了 我下一個章 我來講台獨的問題 他主要的問題就是我剛才說的啦 嘿 啊齁 所以你要清楚 台灣未來會不會是一個國家 會 機會很高 超過百分之八十 但是麻煩你要照法律來 人的這個 台灣的國 國這個地域共同學 他有定論 但是為什麼 正心中 所以齁 你現在齁 你現在齁 你不要去黑白了啦 自創論述不要 不需要了 為什麼名字都一定有啊 我們的名字都一定很焦轉 我們不需要另外一套論述 不需要 除了 除了 做一套 怕的處理是真的 吹都嫁 啊 你就老闆幫你 普遍 你知道嗎 滴滴滴 啊你就照鏡就好 你喔 幹嘛你假後 自創一些 有的沒有的論述 什麼台灣獨立 台灣獨立 我下一個章題 我就要來問 你知道嗎 第一 你也要確定所有權 什麼人的 你如果說你的 你也不用罰啦 我就直接你的 好像說齁 你這片 土地是你的 啊你就 直接在那裡起床就好啊 你這樣問過什麼 你問你自己就好啊 就是怕因為所有權 不是你的 所以你這整天在那裡亂 啊 那就是強盜的行為 所以我跟你說啊 台灣獨立 是一個強盜的行為啦 強盜啦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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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強盜啦 為什麼 這片土地 就有人 啊 你憑什麼人要求 你如果說台灣獨立 你要走去哪裡 你要走去福建 還是走去金問怎麼做 你用在金問跟媽祖 你 中國人 你用在金問媽祖 發獨立 你知道嗎 我金門要獨立 我媽祖要獨立 可以嗎 可以 為什麼 那些中國人的土地 你中國獨立 你如果要去國家 可以 你要回去金馬 你要去金馬 成立金馬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金馬 這可以嗎 可以 你用在金門跟媽祖 你去一個國家 那習近平 同意就好了 這就不干我們 日本人的事情 所以你中華民國 未來出路在哪裡 在金門跟媽祖 嘿 你就要跟美國說 你跟習近平說 我們中華民國在 那些 創隊金門跟媽祖 建立一個國家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 嘿 所以中華民國 未來的出路在哪裡 嘿 在金門跟媽祖 他不在日本台灣 不可能 因為台灣是日本的 人不可能在日本 讓你建立一個國家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因為台灣屬於 大日本帝國天王的 這是誰寫得明明白白的 嘿 你只要把社官條 拿來看你就很清楚了 喔 台灣須於台日本帝國天皇 嘿 這樣就對了 所以為什麼台灣獨立不行 台灣SOU款是日本 日本天皇的啦 所以不可能啦 啊 你如果一個 中華人 在日本的土地 要求建立國家 那有可能 那叫做 日本台灣獨立 那不可能啦 不可能 讓你這樣做的啦 因為這邊土地 是天皇的啦 你如果說天皇的土地 什麼人 有什麼主席 要求建立一個國家 只有日本人民有主席 而已 嘿 日本成名有那個資格 他在台灣成立一個國家 嘿 這我爸爸的土地 啊我 我齁 我齁 現在要跟我的大大分家 齁 我也要有一個土地 我自己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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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兩處都可以 你也要把爸爸要求 所以你如果說 正港台灣要建國 要獨立 什麼人有主席 台灣民政府這派人 最有主席啦 你知道嗎 最有資格 因為法律上他可以 為什麼 他是正港的台灣人 因為 台灣人的國際就是 日本成名 日本的新民 好像他有主席要求 但是現在我們的 照法例來做 我也要你要求 人家都幫你安排好了 你就照鏡 走到後面 你就變成什麼 你就是台灣一個國家 啊這個機會很高 超過八成以上 對 人家都幫你安排好 所以你台灣人 你都放心 你比較緊要參加 台灣民政府 對 比較緊來辦 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恢復你日本成名的國際 這 這種的才是最要緊的 你要知道 國家是用法律去造成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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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怎樣 你要完全建立台灣 以後這個國家 你都要照法律來 你要美 你要什麼 你要日本提供跟 美國總統和國會 要怎麼給你認可 給你認可 你認可說 你台灣都是完全 照國際法律來行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你台灣可不可以成立國家 可以 但是麻煩你要照 美國總統和國會 跟日本提供安排來 就是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 說的這個 日暑美戰的架構 你走到後面 你就會變這樣 所以很簡單 你如果說 台灣要成立一個國家 很簡單 較緊來參加台灣民政府 較緊來辦什麼 辦台灣民政府 這個新聞證 就是台灣政府身份證 這就是你未來什麼 台灣國際地位 政策法 唯一的出路 唯一的出路 唯一出路在這裡 唯一台灣獨立 亂七八糟的那些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最終是不是有解 有 有解 對 美國總統和國會 跟日本提供都給你安排好了 你喔 來參加台灣民政府就好了 你要怎樣要求 因為我這一張只有一個重點 我們台灣未來的國際地位 跟什麼人一樣 跟朝鮮一模一樣 挑戰 所以喔 我們台灣人要要要求說 我也要跟朝鮮一樣 朝鮮可以成為一個國際 我台灣也不用 你也要跟你的爸爸要求 什麼人要求 我們這個 日本 我們這個台灣的 日本生命 你要跟你的爸爸要求 什麼人 台、日本、帝國、帝國 要求說 我也要跟我的父親一樣 我也要跟我的父親一樣 我也要跟我的父親挑戰一樣 我也要生一個國家 你要說為什麼他可以 我不會可以 你知道嗎 我也可以你啊 你便要要求 這是最重要的 你也要跟我一樣要求 你要怎樣看 你看挑戰就好了 你也跟你的爸爸要求 你要跟自己一樣 人家有參與 他自己一定有參與 參與到主題 我也要 我也要 我這個小弟我也要 我也要 你可以這樣要求 我可以 你可以這樣要求 真的 你可以 因為喔 我跟你說啦 我們喔 現在天皇 天皇 都會有參與三個 你知道嗎 主要有一個 第一的是大那些 日本國 那些 是天皇的頭兒 第一會參與 第一 第二的是 哪一個 對 條線 這個 這個一定參與下來 之後他要怎樣 還有一個台灣 對 台灣還沒出事呢 現在在哪 現在在懷孕當中 那叫做信託 你知道嗎 懷孕當中 現在當你生啦 台灣 這個國家當 當你出事啦 所以叫做信託啦 那就是懷孕當中啦 對啦 你知道嗎 人家一定都 大兄到 二兄都生出來 你還要順暖 這個小弟還沒出事 但是一定 在媽媽的報道裡面 你聽到嗎 你怎麼要求 我說我要出事啊 欸 你要比較聰明 你要學會出事呢 人家還要學會倒胎啦 你知道嗎 要出生在什麼 好人家啦 你知道嗎 你還要倒胎 欸我說 你還要倒胎是很快的 你如果倒不到胎 你就慘了 所以我說 你台灣人 你還要倒胎啦 你還要怎樣 你還要 你像 你還要生一個國家 你還要好 啊 人家國際的地方 都幫你安排好了 所以你喔 照鏡就好了 啊你後 你後面走到最後面 你就變成什麼 你就變成日主幫 欸 欸 所以我說 這一張我只講 最後一個重點是什麼 我們台灣未來的國際議會會跟朝鮮一模一樣 欸 所以你現在看到朝鮮就是我們未來的台灣 啊你還要好要求 這一張我只講一個重點 你台灣人還要好要求 啊你去看什麼 去看朝鮮 啊 朝鮮的國際法例來講喔 他一定行在日本國裡面怎麼行獨立出來 啊我們台灣還沒 但是我們台灣沒 是還沒沒不對 但是我們未來是不是會這樣子會 欸會 啊但是你這個本土的台灣人你還要要求 啊本土台灣現在更要緊更快 恢復你的國籍啦 你知道嗎 你本土台灣人的國籍最要緊啦 因為你的國籍就是日本臣民 你要先恢復日本臣民 齁 啊你恢復日本臣民你要要 你好這樣要跟美國總統跟國會跟天皇 要求說我台灣也要成為一個國家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你要照法例來講 因為你 你要跟你阿爸問啦 因為這片土地我阿爸的啦 欸你要跟他問阿爸動議的時候 他要 就會跟這個 大兄 你要 說阿那你就要給你的 小弟 出理阿那 你就把他的 本來他的土地我本來就要給他的 你知道喔 欸 阿本來就要給他的阿你也要給他去 去 阿大兄就要照辦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台灣的問題都在哪裡 都在台日本帝國天皇居 所以我們台灣 最終的國際地位阿那 他在台日本帝國天皇居 照往改管 不然我們現在也是不改 阿我們不好意思咯 我們現在台日本帝國天皇 求美国總統 占領中 阿所以我們台灣的問題 可能還要 請 請早幾十年 我們二十年後再來講 台灣建立一個國家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台灣的問題 不是在這裡 我們現在台灣是我們要死亡 你知道嗎 求喔這個中華民國詐騙集團 喔 在我們台灣跟我們無關 這個台灣人 名不聊生 人察罪罪 對 這些問題我們要先改管 我們要用二十年的時間來改管 整個這些 民生的問題都 改管之後 才來講台灣 國際地位要怎麼來 因為我們現在要死亡 你聽到嗎 性格很要緊的會 要命的地方先解決好 最後再來講台灣的國際地位 要怎麼來走 阿台灣的國際地位 公司會 早就有定論了 早就都跟我們走好 你就叫美國總統和國會 安排來走 你想要本土台灣人 你就走到日暑邦 我跟你說喔 想要台灣的這個什麼 國際地位就是日暑邦 那個機會超過百分之八十 阿你還要進出 嘿 主要什麼樣的問題 舊金山和平條會 2A到2B 韓國一定先動力出來了 我們台灣還沒 所以你台灣人 你還要那個 我現在講完 我們這一段的重點 就是說什麼 你齁 你齁 台灣人 你要要要求 你要用什麼要求 你要用舊金山和平條會 要求 嘿 你還要跟我們阿爸要求 說我也要跟二兄一樣 嘿 我也要 我也講到是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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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要在 台灣這個 這個 所在要怎樣 成立一個國家 我也不 嘿 你還要跟他 因為二兄一定先動力出來了 他一定先出事了 阿我們現在還在懷孕當中 但是我們要出事阿 我們要投胎阿 對啊 我們要跟天皇要求 說 我們台灣也要成立一個國家 嘿 阿你要求的對象要對 嘿 阿你的身份要對嘛 阿我們你 中華 中華民國都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 你也知道中華民國是男子來的 阿你就是中華民國的中國阿 阿台灣是處於日本的 阿一回中國人 走在 日本的土地上 要求說 日本台灣要獨立 那有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阿 人不想讓你這樣做阿 阿你是跟他騙這些傻的台灣人好而已 說我是你沒辦法騙國際社會阿 因為台灣至今天屬於日本 阿日本人被美國總統軍事佔領中阿 阿齁所以你 中國人要在那日俗美戰的台灣公尉獨立 那是沒有空間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阿 阿你公的台灣人 你都不能去對那那 台東的人行 你知道你說嗎 他們是不希望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身份錯誤阿 他們是日本人阿 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權力說 要求台灣是一個國家 他們沒有主界阿 他們那台主是怎樣 你知道喔 他就是说骗,不然如果骗得过时,我先成立一个中国台湾,我这个中国台湾这么买给习近平,你知道吗? 我就把台湾了,整个提到台湾了,我就卖了一个好的价钱,我就说拍拍屁股可以做,我又继续来做我的美国,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这样啊,所以我问他,什么人会出卖台湾,台独的人会出卖台湾啦, 我说,台独的人真正在出卖台湾,你知道吗?人家说的两面三刀啦,你听懂吗? 对啦,雙面都鬼啦,那就是台独的啦,他就是要把,他传的就是什么? 他就是要把台湾在日本里面给他铺开,然后他铺你做一个国家之后是什么? 勾跟習近平合并,你知道吗?那真正在出卖台湾,所以出卖台湾都什么? 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说说去欧白握好不好? 你去握台独就是要出卖台湾的呢? 人家我们日本这边,实际上,美账上要买我们的国际队都安排好了, 你就照这样来走台湾就会成为一个,一个,正常化的国家, 你干嘛,好好的路不走,你要去捡台独,台独我们死的啦, 台独的很简单的,中国人要去日本独立, 他成立一个国家之后,他整个怎么不让习近平, 他买一个好的计划,人家拍拍屁股,人家要走了, 那叫做台独啦,那就是中国人要在日本台湾独立, 那叫做台独啦,中国要在台湾独立啦, 对啦,中国要在台湾独立啦, 如果你的,你不用在那里发独立啦, 所以我跟你说齁,台独的人都是阿共牌过来的, 这些都是共产党拍过来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背都在收钱的呢, 他把什么人收,台独的人我看都是什么, 都是齁,可能收到共产党的钱, 对,他就把那里说过那里,过那里, 那里说过那里,那里说过那里, 那里整个人去判他的日本人, 你叫他去独立,跟我们中国作为独立, 那我独立之后,你还来不赢我,你知道意思吗, 还不能给我们中国,所以我跟你说齁, 台独的人,三民党在收钱,收共产党的钱, 也收什么人,收国民党的钱, 因为国民党也想在台湾独立, 所以你知道,台湾独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 而且是不合法的,而且也不会成功, 也不会成功啦,所以台独是什么, 包藏货姓的,对啊, 那是不可能的成功,为什么呢, 我就跟你说台湾是水台日本帝国帝国, 对,那是不可能的,你看下,你看看, 下,你看看下官条也写得很明白啊, 台湾澎湖属于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的, 那写得明明白白啊, 你如果要建立一个国家, 你为什么要去问他啊, 是啊,你去问他啊, 啊,台湾也不是你台湾人的啦, 所以你没有那个阻挂说要求是台湾独立啦, 台湾独立是什么事啊, 你也要问说帝主啊, 你会去哦,走去扮人的土地啊, 啊,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允许说啊, 啊,我要在这儿给他起一个, 我,我在这儿给他起一个楼啊, 那不可以这样, 那叫做强盗嘛, 好,啊,你如果要台湾独立正义, 你不要问说台湾什么人啊, 啊,你台湾什么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就不可能独立了, 这就是我们, 你知道吗,台湾国际地位一个盲点, 台湾属于大日本帝国天皇的, 就是台湾, 就是大日本帝国台湾啦, 那就是我们这儿港的国际地位, 你如果这个国际地位把它扑出来, 没人敢说什么, 台湾也不敢说啊, 哎,啊吼, 这个, 主的, 他这个, 中华民国, 他怎么主张呢, 他说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国家, 全都破功的, 你知道吗, 因为台湾属于大日本帝国, 大日本帝国, 台湾这个国际地位, 一旦补出来, 我跟你说, 那都不用算了, 台独也不用算了, 中, 中, 中华民国, 就是台湾也不用算了, 都不用算了, 台湾的国际地位会模糊在哪里, 台湾今天仍然属于大日本帝国天皇, 这个国际法律, 没有说清楚, 大日本帝国, 台湾这段就会选团, 台日本帝国, 台湾,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 这条件要补出来, 我说, 没人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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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也不敢说, 那些什么, 那些, 那些, 中华民国他也不敢说, 因为下官条例里, 下官明明白白, 台湾属于大日本帝国台湾, 是很清楚的, 你只要把那条补出来, 我说, 没人敢说话, 因为台湾, 照国际法律就是天皇, 那叫做大日本帝国台湾, 你如果很简单的, 你若是天皇的女儿, 你若是天皇的女儿, 你若是日本生命, 日本生命就是, 台日本帝国天皇的好心啊, 你都要求说, 爸, 我要去台湾这边土地, 我要在那里, 你也可以, 你给你的爸要求啊, 啊, 你还会效啊, 这就是我们台湾, 就是我这一章要说的重点啊, 你台湾人要效, 你还把你父亲传要求, 爸, 我要去变土地, 要在那里, 可以吗? 啊, 你还会效, 你还效, 你还效, 你还效人父亲说, 就你也, 这都合法了啊, 所以我说, 台湾, 真的要建立一个国家, 什么人最有主意, 台湾民政委日本臣民 这会最有价 出的没了 因为按照国际法律 光老师的台湾民政委 这会可以独立 可以建国 因为法律上会通 大家说 他们都做不可以 什么原因 因为怕他在美国总统 站在那中 台湾仍然是日暑美战当中 所以台湾要建国 要独立的议题 在我们台湾民政委 你也别说 也不要再讲 为什么 现在不是时候 二十年后 我们才来说 台湾的国 这个什么 全的都 担下了 全的都 全的 我们的 社会都安定下了 我们才来说 现在也不要再讲建国 也不要讲 台湾民独立的问题 在我们里面也不要讲 虽然我们身份可以 我们的身份可以 但是现在有适合吗 我真的不适合 你赚就好了 你放在你的心来 放在你心里面 等适当的时机再来谈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不适合 你知道说台湾最有资格独立和建国的什么人 台湾民政府这次日本人民最有适合 最有适合 但是现在有时候 我会说 我会把我日常说的行为 可以 但是可以做 不可以 现在还不是 现在还不是时机 知道就好了 你知道吗 比如说 台湾民政府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国家 可以 但是不是现在 所以现在你知道你也不要谈 因为你 让你知道你不要谈 为什么 因为谈了 让那些五百里在那里乱 你知道吗 你就知道就好 你就放在心里 你知道说 他有这些事情 你放在心里就好了 你知道吗 你不要去那里传 传你让五百里人 伤在黑白说 你知道吗 他们坚本就没了解这些 他都拿一滴半到的名字 知道怎么吗 人家说怎么 扮同水 那买那些鸡肉在黑白做 还在那里买那里 还在那里 还在那里 台湾的那里 在那里 你如果变成这样 我没有犯了 我是跟你说 你知道有这些事情 你放在心里 人家会跟你扮 人家像美国总统 跟国会跟天皇 你说这些事情 你要知道 有 人家有这些事情 你要知道 我告诉你 有这些事情 你就要把旧金山 和平条约这些 二A和二B拿来比较 你就知道吗 这样我买到我的企业 同样 我也要成立一个国家 那日子可以 我台湾怎么可以 日子 挑战可以 我台湾也不费 我小弟说也不费 你如果要要求 跟你爸爸要求 那人美国总统跟国会 他就会跟你 盗上办法 对 那人天皇也会跟你 想办 不然你就成级降下 你在台湾成立一个国家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你要很清楚的 好 这就是我们 这个 这个台湾政府的 第28张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